凤九做的糕点被端上大殿,帝君品尝后问是谁做的 知鹤欺骗大家说是自己做的,帝君很满意,并将糕点赐名为无忧糕 凤九看到帝君如此喜欢自己做的糕点,很开心,竟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幸好四明星君及时发现,把凤九藏在了自己身上,还用自己看到了一只小狐狸来搪塞大家 三殿下想要看看四明星君所说的小狐狸,眼看就要暴露了,帝君走上来再次救了凤九 恩情绵绵无绝期,帝君对凤九的恩情可是报不完了 公主为帝君赞赏后很开心,想要向凤九学做糕点 此时魔君的妹妹吉衡不愿嫁给帝君,不想离开民苏,暗自伤神 喜欢惊横的烟抹君,想要向帝君下战书 芝鹤公主做好了糕点,想要送给帝君品尝 但做好的无忧糕却与之前的不同 芝鹤以为是凤九的问题,很生气 凤九连忙解释,并让公主用上好的鱼石花根试一试 公主让凤九一腾前往,采摘鱼石花根 到湖边时,竟然一下把凤九踹到了水底 自己却在船上吃着茶点等候 没想到凤九做了一个与帝君私会的美梦 醒来时发现鱼已经烧糊了,凤九赶紧去池塘抓鱼 却不想把魔君派来传信的鲤鱼精给炖了 做好鱼后,帝君突然出现在膳房 帮凤九捡起掉落的簪子,并夸赞凤九的厨艺 让凤九留在膳房做饭 能和帝君说上话,凤九可开心了 而芝鹤心里却不高兴 燕魔君看帝君竟然因为要去采茶的事而拒绝挑战 很生气,帮帝君采了很多茶去见帝君 并让帝君接受自己的挑战 没想到帝君竟然让燕魔君为自己做杂火 燕魔君却还蒙在鼓里 做完杂火的燕魔君又来找帝君挑战 却被帝君扫出门外 燕魔君如此被耍弄,会对帝君做出什么事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三生三世整上书速看版